这届世界杯举办地在卡塔尔 如果把卡塔尔人给替换成是中国人的话 会让人家感觉这届世界杯是由中国人举办的 因为除了中国国主以外没去 其他其实都已经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下面做一波拆解 我们来看这届卡塔尔世界杯的中国元素有累些 卡塔尔这个国家是很小的 只有200万人口 其中有60%的人口都生活在首都多哈周边区域 你看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可想好之它的机场也是很小的 多哈的机场叫做哈马德机场 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将会迎来世界将近100多万的人 进入到卡塔尔 这个机场承受不住 所以要扩建 扩建的话 新的航站是谁建的呢 不好意思 中国建筑 有的球迷是坐飞机过来的 但是卡塔尔所在的区域 大家都知道 中东的石油之地有钱的不得了 再加上卡塔尔三面环海 右边是萨特阿拉伯 左边是阿联酋 这么富裕国家 有些土豪想要开着油顶去 或者想要开着油轮 带着自己亲朋好友去参加这一件 卡塔尔世界杯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要走一个港口 这港口叫做哈马德港口 这个港口你们知道谁建的吗 不好意思 中国交建集团曾建 球迷下了机场 下了船过后怎么办呢 要过安检站吧 也就是边检站 以前去卡塔尔的人很少 所以它边检站嘛 相对来说设施比较成就 或者相对来说设施是比较少的 这一次边检站 大家可以看上这张图 大家知道是谁建的吗 中国中铁十八局建的 好 那你过完安检 那你正式的进入到卡塔尔这个国家了 大多数人都会往多哈去 但是你在去的时候 比如说球员 政府官员 或者这些裁判们 他们肯定是要有一个 集中式的一个大巴 把他们送过去的 这些大巴都是由我们中国 金融客车 雨通客车呈见 关键是什么 用的是氢能源 各位 氢能源出来了 那么把他们用到酒店去 现在很多球员和裁判们 住的酒店 叫绿洲五星级酒店 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很高大上吧 这个酒店是谁建的 不好意思 又是中铁十八局 那么 有些土豪 他们要说 我要住在游轮上 或者有些明星 或者这些球员的太太团们 他们过来了 发现卡塔尔这个国家 相对来说少 酒店也会少 所以这次卡塔尔准备了 将近一百艘游轮 停在海岸线上面 让这些有钱的人去居住 这些游轮 其中有十三艘 由我们互动中华传厂 曾建 当大家都集中到卡塔尔首都多哈去过后 发现多哈也很小的 哪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呢 卡塔尔没办法 为了办好这些世界杯 建了一个新城 叫做卢塞尔 这个卢塞尔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说 我们北京市和熊安新区 那个概念一样的 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 将会使用到八座球场 这八座球场 其中四座球场 是由中国曾建的 里面最重要的一座球场 叫做卢塞尔体育场 现在卡塔尔的货币 就百元大操场的货币 有一个金颜色的碗 是他们国家标志性的建筑物 这就是卢塞尔体育馆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 建得非常漂亮 大家知道是谁建了吗 中铁十八区 这阶世界杯的决赛 就在这个球场贴 还有一座球场 叫做教育城球场 是上海建工成建 接着还有一个球场 叫做阿图玛玛 这个球场参与建造方 来自于河北省 一家叫做巨利的民营企业 第四个我们中国成建的球场 叫做974 听这个名字 你们不觉得很好玩吗 974啊 974什么意思 就是974个集装箱 拼接完成的一个球场 这些集装箱的来源地 轻一色的来自于 江苏省的扬州市 好 这是四座球场 那么还有四座球场了 感觉好像是 跟中国人没关系了吧 要不就是加拿大建的 对吧 要不就是卡塔奥 当地的建设公司去建的 感觉好没关系是吧 不好意思啊 里面使用到的座椅 里面使用到的LED的大屏幕 轻一色的 都是中国提供的设备啊 铁键十八局 不单单纯纯 只是建了一个卢塞尔球场 卢塞尔球场周边的 居住设施商场 包括清真寺 对吧 中东那边人 心疼意识难教嘛 所以到清真寺要早拜晚拜的 然后包括一系列的 周边娱乐设施啊 全部都是由 中铁十八局建的 像什么比复第三庄 这是直接是 抄美国洛杉矶 比复第三庄 一比一复刻的 然后紧接着 就是格湾岛和珍珠岛 这两个岛的建设 关键是 这两个岛对于卡塔奥来说 就相当于浦东新区 对于上海来说 是一个示范名片 也就是说 这两个岛线建好了 居住设施 商场 娱乐各项设施 包括清真寺 这一套下来 就是卡塔奥城市的 一个建设的模板 一个球迷进了球场了 开始看球赛了啊 两个国家队 在踢过来踢过去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会有一种感受 误认为自己进了 中超比赛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周边一圈的广告牌啊 青银色的 都是中国企业赞助商 什么伊利 猛流 VIL 包括万达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一次啊 中国企业是本届 卡塔尔世界杯 最大的一个赞助商 在球场里 你不能干瞪眼看吧 你需要用到 哨子 喇叭 包括举的一些 支持国家队的牌子 然后包括穿的球衣 抱枕 围巾 这青衣色的 大家知道吗 70%啊 都是中国一屋子 我看完球了 我不可能就回房间睡觉吧 我肯定要去卡塔尔周边 比较繁华的地方 去转一转吧 最繁华的地方是啥 就是在多哈 而多哈的 这几个网红的打卡地 是必去的吧 卡塔尔国家 第一张名片 叫做多哈大萨 卡塔尔现在最高的建筑 叫体育城市大萨 卡塔尔现在最高的塔 叫做运动员之塔 这三个网红打卡地 大家知道是谁建的吗 来 我跟大家说的 运动员之塔 多哈大萨 中国铁建 体育城市大萨 中国中野 这三个大萨 一个国家的 三个标志性建筑 中国铁 中国这一次 承接了卡塔尔 这么多的基础设施 你需要使用到水泥 我们中国有家公司 叫中国建材 干脆直接就在 卡塔尔这个国家 建了一个超大的水泥厂 你们建这个房子 盖了个房子 叫水泥吧 来 到我这来买 然后水泥搞完过后 还有个建材 你建房子嘛 都是钢结构 这些钢结构的话 中国有一家企业 叫中钢国际 干脆直接就在这地方 联合中国众多 建钢材的一些企业 跑到那边 搞了一个中国建材中心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 大家就感受到是什么了 不就是你们这些 要建房子吧 要搞这个技术建设 要搞那个技术建设的时候 不好意思建材到我这边来买 关键还有什么 你建房子 你需要挖掘机吧 你要需要夯土机吧 这些机器呢 要不就是三一中工的 要不就是中联中科的 这些都是大家已经看到的 基础设施 还有一些隐性的基础设施 是什么了 打个比方 一百多万来自于 世界各地的球迷 聚集于卡达尔多哈 那么在多哈这个城市 肯定会变成补业城 白天看完球赛 晚上肯定是寻找各种嗨 各种玩的地方 那么大家需要用到电吧 卡达尔这个国家特点是什么 我们一提到这个国家 立马能想到 要不就原油 要不就液化天然气 它以前发电 完全都是靠天然气 或者原油去发电 所以按理来说 这个电对它来说问题不大的 但是这次国际诸联明确表示 我们要往新能源方向发展 要进行可持续型的 一个绿色比赛 那卡达尔听了完 我尴尬的说 那我肯定不能用我的原油 和天然气发电了 那怎么办呢 请来了我们中国电舰 请来了我们中国光伏行业的龙头 龙姬绿人 这两家公司干嘛呢 成建了一个800兆瓦的 一个光伏发电站 白天发达电 储存起来 晚上来用 大家知道 这个光伏发电站 排在世界第三 前两位在哪呢 第一地奥 均都在中国 第三还是中国建的 好 他们用的电啊 中国搞 那么用的水呢 要知道 卡达尔后面全部都是沙漠 它没有水啊 这么多人跑到卡达尔多哈去 这用水就会变得很紧张 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请来了我们中国一家集团 叫做葛州坝集团 在多哈往南70公里 一个不毛之地 创造了一个人类建筑史上的 一个奇迹 硬生生的建了一个蓄水大坝 同时满足数百万人用水 不是问题 讲了这 这一届世界杯还是卡达尔办的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了 大家想一下子 如果我把卡达尔人 就是这个中东的阿拉伯人啊 给换成我们中国人 大家会看 这不就是中国人办的世界杯吗 讲完了 我们做工